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人就同时问出声来那是什么 能来这儿的除了道地都是大先帝或是先帝后期 尽管他们的阵道水平没有莫无忌这般强 但是没人不同阵道 这些虚空文路明显就是一种阵文 只是他们没接触到过而已 有几人甚至在怀疑莫无忌是不是故意这么说 然后找机会偷偷过来将他们踢出局 莫无忌犹豫了一下 我也不是很肯定 虽然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但是我感觉这似乎是一种远古诅咒文 莫无忌的阵道是从楚星子那里获得启蒙 然后因为自己的不朽凡人诀开始扩展延伸 直到从诸神塔中的索仙阵里出来 他的阵道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后来在剑狱的剑阁之中 他更是明误了虚空阵文 以他现在的阵道 只要再推演一段时间 贴定能够进入九级先阵宗师 正因为如此 莫无忌才肯定 这些虚空文路并不是阵文 尽管他没有启用灵眼 但他也隐约的能在这些阵文当中 感受到一丝诅咒的力量 刀主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 神族作为一个非常神秘的种族 我曾经听说过 神族有种极为强大的诅咒大神通 只是不知这种神通 是不是以虚空文路表现出来的 海族到底娇蓝点头附和 他是真觉得莫无忌说的有些道理 神族曾经和海族有过瓜葛 他知道的也比较多一些 娇秀 你说的可是大诅咒术 尼凯也想了起来 对 就是大诅咒术 不过这地方的虚空文路 就算是诅咒术 也不是大诅咒术 应该是小诅咒术 娇蓝点头 莫道中可有解除的手段呢 妖族道理侧红 颇有些期待地看向了莫无忌 他的修为早已白指干头 难进一步 想要再进一步 必须离开这方世界 只可惜 无数年来 侧红只找到了天外天宇宙 这块地方的天地规则 稍微高上一些 现在神族有一个可能通往更高层次的地方 侧红自是最不愿放弃的那个 不要说莫无忌没把握打开这儿 就算他有 他也不会现在打开 神族在这里通过诅咒术 在此布置了一个虚空文路 谁知道打开之后会发生什么 他就是要看 至少也等到先帝圆满之后 再也无法进步之时 才会前来这里查看 若这不是诅咒术 只是些正文 莫无忌或者还会尝试一下 我的修为有限 如果是正道的话 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但诅咒术这种东西 我并没有接触过 我也无法打开这里 莫无忌毫不犹豫的说 侧红心生失落 他犹豫了一下 仍旧有些不甘的说 要不我们也通过血迹 莫无忌冷冷扫了眼侧红 他知道对自己来说 用十多万人的精血祭祀 那是世间最惨无人道的事情 但是对这些强者来说 别人的生命都不过是蝼蚁而已 别说十多万人了 哪怕是拿一个星球的人来祭祀 这些人恐怕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似乎感受到了莫无忌的不悦 侧红尴尬的笑了笑 我这是和大家商量一下 到时候咱们通过提议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地方吧 既然我是天外天的道主 那此时由我来决定 这里我暂时封印起来 以后等我们找到了手段 再来打开它 俗话说 没规矩不成方圆 三个月后 我们在宇宙角的道主府 讨论一下关于天外天宇宙的具体长城 我认为莫道主说得对 诅咒术有多强我不知道 但这是远古神族的东西 还是谨慎些的好 尼凯也说道 好 既然如此 我就开始布置封印了 莫无忌根本没在征寻其他几人的意见 直接寄出阵旗 开始封印这块地方 诅咒术有多强 他不知道 但他隐约能感觉 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一旦被开启 恐怕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天外天宇宙 无忌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封印神族的遗迹时 妖族侧红和海族的交联 都有些不太甘心呢 莫无忌和袁末离开了神玄路后 袁末这才说道 莫无忌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但这个地方可能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管他们高不高兴 我绝不会同意打开这里 其实 那个诅咒文罗 真有可能是通往高一层的见面 如果修为高一些了 我们倒是可以来瞧瞧 袁末凝重的说 没错 我在这里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 等做完之后 我会想尽办法 前往一趟仙界 说到这儿 莫无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袁末 我问你一个事情 如果想去特定的低级见面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随着自己的修为越来越高 莫无忌 莫无忌越发想要回一趟地球 也许文小奇早已经不在了 但他依然还想去看看 他的后人如何 历经两世 他更是清楚 文小奇当初为他付出过多少 承受过多少艰辛 哪怕能给他的后人一些补偿 莫无忌的心里也会稍微安慰一些 除了文小奇的事情 他同样想知道 那个女人到底为什么要暗算于他 文小奇 你要去低级见面了 袁末有些疑惑 莫无忌叹了口气 是啊 我来这里 本来是因为一个朋友 不过现在我肯定 我那个朋友不在这 而且我将仙界的事情处理完后 我会闭关 等我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 就算是我不从神轩路那一季离开 我也会去一趟宇宙壁的 宇宙壁过几年 便有大堆的修炼资源倾斜下来 莫无忌怀疑 沿着宇宙壁往上 很有可能会到达一个更加高级的界面 现在他的实力不够上去 等先帝圆满了 也许就行呢 至于岑淑英和林姑 莫无忌猜测 他们应该是没来 如果岑淑英和林姑在天外天 或是在宇宙角 绝对会听说他莫无忌的名字 原末沉吟良久 然后他才开口说道 办法不是没有 但是很难 第一通过转生道果 将自己的一律神念寄托其中 然后转世到地级界面 一般只能活半个夹子左右 其次通过最顶级的裂解符 这种手段也有个弊端 最顶级的裂解符非常难弄 再就是通过这种俘虏去了地级界面 会受到最顶级的天地压制 哪怕是道地 没有抵抗天地压制的宝物 也会被撕成渣子 当然了 我也听过第三种 我听说 修炼到极致之后 可以无视任何见面的天地压制 但是这种极致到底是何修为 我不清楚 但是我肯定不是道地 哪里可以弄到裂解符 莫无忌修炼的是不朽凡人诀 根本不具低级未免的规则压制 毕竟到了任何一个界面 他都只是个凡人 无忌可听过千福山 没有 千福山是福祖后代所据 他们天生就是为了练福而存在 一切最顶级的福落都来自福祖 只是不知为何 福祖得罪了一个绝世强者 那强者直接灭掉了福祖 福祖残留的一些人逃到了千福山 就在千福山定居了下来 星空斜海岛也经常和千福山交易 交换一些顶级福落 那千福山在何处 千福山我知道在哪 只是现在千福山应该已经没有那种最顶级的裂界福了 福祖被灭之后 福祖的俘虏早已失传很多了 不过无忌想去的话 我倒是可以带你去一趟 莫无忌闻言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说 我们先回宇宙角 我要闭关三个月炼制傀儡 等我的仙魁炼制好了之后 将宇宙角的事情解决了 我一个人前往千福山就行 宇宙角刚刚稳定 袁墨留在这儿 对人族还能有个照应 大爷 你是要用天机尼复活大荒了 一旁的甩锅抓到机会 赶紧问了一句 天机尼复活大荒 莫无忌疑惑地看着甩锅 他知道甩锅在跨入七级仙妖兽之后 接收了很多新的传承 可这天机尼又是什么东西 甩锅见大爷居然不知道 顿时得意起来 大爷 天机尼可是先天材料 这种材料 不但是最佳的恢复肉身材料 还能炼制最顶级的傀儡 这种傀儡炼制出来之后 可以自行吸收天地元气修炼 还能拥有自己的心智 甩锅 你是说 天机尼炼制的傀儡 可以自行吸收天地元气 那就是说 天机尼炼制的仙葵 不用正合晶石 一样可以攻击对手 莫无忌颇为激动 他对大荒的感情很深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选择学习炼制仙葵 以他现在的炼制仙葵手段 就算是仙尊级别的仙葵 同样能够轻松炼出来 但是他依然没有开始复原大荒 就是想让大荒 和之前一样拥有自己的智慧 现在听甩锅说 用天机尼恢复大荒 不但能让大荒 恢复自己的心智 而且还能自行修炼 这天机尼他一定要弄到 不为别的 就为了大荒 是大爷 肯定是这样的 我的传承里 有天机尼这种仙天宝物 甩锅的语气坚定不移 那 哪里能弄到呢 莫无忌开始皱眉沉思 他想要不要在宇宙角 发布一个任务 可这东西 连他都没听过 别人能知道吗 大爷 你不是有天机尼吗 摔锅不解的说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